前几场赛事都是在介绍台湾的马拉松 今天雨桥要来点不一样的 带你一起飞往欧洲 来聊聊明年3月17日的罗马马拉松 罗马马拉松是意大利规模最大 参与人数最多的马拉松赛事 2023年就吸引了3万名所有参加 除了有拳马族别外 也有Thumb Run的接力赛 让所有类型的跑者都可以来罗马古城漫步 来场独特的跑旅 赛事会从帝国广场大道出发 这也是连接威宁斯广场 以及罗马竞竞场的重要道路 沿途不但会经过有着千年历史的圣天使春老 还会经过30个历史的景点 而被称为七丘制成的罗马 总共有7座三丘 赛道路线设计大多都是在城市以及河边 所以起伏不大 但进到赛事后段会跑在鹅兰石的街道上 相对比较没有那么的平整 对于跑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哦 你准备好来征服罗马了吗 我是宇潮 我们下周四见